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叫中意洞 是一个勤奋的90后养养户 用手机把自己的养养生活记录下来 是它养养以来形成的爱好 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给羊准备饲料 一天早晚要撕喂两次 中意洞养养还不到一年 目前有二百多只胡羊 其中一百多只小羊是它营种后产的第一批羊 中意洞本以为这些小羊养到年底可以卖个好价钱 但是它却发现有很多羊肝吃料不见长 也不知道原因出在哪 这让它非常着急 求助奴户 中意洞 29岁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 求助问题 羔羊长不大 您好 您是中意洞吗 对对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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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小妹承洁 您好 我看咱这是在忙活呢 是吧 您稍等一下 我先把手机暂停一下 您这是在干嘛呢 每天我喂羊 然后就拍一下那个视频 哦 等于您是把手机放在这儿 就是拍您跟那个羊的这个生活 是吧 是 给它拍一下 记录一下 拍的这些就都是这边的羊 是吧 对 都是这边的母羊 什么时候买回来的呢 今年三月份买来的那个怀孕母羊 买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 是 是 是 带胆的等于是 对 为什么会想买怀孕的母羊呢 买怀孕的母羊就是我想着 今年看能不能把那个小羊育肥之后 就刚好赶到过年那一段时间慢慢 中义栋养的是胡羊 源自北方的蒙古羊 随着人口迁移至南方进行圈养 经过长期选育 形成了一个优良地方品种 由于主要饲养在江浙太湖地区 孤儿得名胡羊 胡羊 胡羊繁殖性能好 一年两胎或两年三胎 精产母羊一胎二到四高 而且高羊生长发育快 两个月断奶羊体重三十斤左右 六到八月零出篮体重在八十斤以上 另外胡羊不需要运动场 特别适合圈养 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胡羊肉质细嫩 脂肪少 三味小 很受市场的欢迎 钟义栋也是看到了这些优势 才开始了胡羊的养殖 可没成想 这刚产出的第一批羊就出了问题 现在小羊好多都长不大 你看这边的小羊 这边都是好小 就那么一两个是更大的 哦 那个大一些 它别的都是又瘦又矮又小是吗 对对对 这几栏都是这样吗 对这几栏都是 那进去看一下 哪一种是正常的在这里边 还算好一些的吗 这是可能要扎堆了 这个吗 要这只吧 那个 嗯对 那咱把它抓住看一下 是那个还是这个呀 这个吧 这个 可能是这个 这个可能看起来就更正常一点 那瘦一些的又是哪一种呢 你看这只 就这只吧 那个是最小的 对啊 你看 哎呦 这样一笔差的可就多了是吧 对 你说就这样 咱们就这样一看就能看出来差别很大 这个又比它高那么多 你看 这两只羊成长 有点大吧 你看这两只羊 这个一看就不行 是不是 这个一看就不行 他俩出生的天数是大概差几天 能有印象吗 这只 都有耳镖啊 对 这两只羊它相差五天 才差五天 对 像这种小一点的羊 在咱们这个羊里面 大概有多少头是那种小一些的 大概一半多吧 那这种你跟它的这个喂法是不一样吗 管理不一样吗 一样的 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样喂啊 这也吃得很多 但是它就是不长 中一栋的羔羊已经六月零左右 正常应该有六十到八十斤 但目前看起来却相差甚远 那这些小羊到底能有多重呢 咱们给它称一称看看 你看才二十多斤的 二十六点八 那咱再称称那个 三十四 三十四点六 这个呢 这个三十一斤 你看更少吧 三十一斤 刷一个这个 三十四斤多 三十四 别的圈的情况是不是也都这样啊 嗯 都是一样的 这只也挺小的 也是三十四斤 再套个大的吧 这个六十六十六十点八 虽然中一栋的高羊最大的有六十多斤 但是却有将近一半数量的羊 只有三十斤左右 小羊肝吃不长 不仅会浪费饲料 而且还影响销售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羊的养殖出栏的话 它是几个月出栏呢 八个月 还有两个月就要出栏了 是 那你出栏的时候 这个羊的标准是多少 你知道吗 八十斤到一百斤 一百多斤吧 一头能卖多少钱啊 一头的话 大概是卖 两千 两千多一点吧 你这边有 现在还有多少头 一百二十多头 按照正常算你有二十四万呢 是 但问题是现在呢 现在可能就 要亏一半吧 还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 那个羊太小了 中一栋这个羊场是六个月前建的 标准化羊舍加上种羊 一共投入了一百万元左右的成本 近两年当地发展胡羊养殖 促进农民就地创业 不仅为养殖户修路 还推出了便捷优惠的贷款政策 这位像中一栋一样的农户创业 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厂业振兴贷嘛 一个人是能贷三十万 然后我老爸也帮我贷了三十万 就是贷了六十万 其他的就是以前一点 继续然后弄了一个羊场 中一栋也是非常珍惜这次创业 自从小羊陆续出生后 就在羊场住下了 中一栋对现在的小羊 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他现在更担心的是 下一批要产的羔羊 因为那边我还有好多母羊 我想要下一批羊的话 不要又养成这个羊 这个样子了 这个羊 就害怕如果下一批再出来 小羊羔也会长成这样 是 继续这个 90后小伙中一栋 投入一百万 想通过养羊致富 为成想第一批羔羊 就出现了长不大的难题 他渴望找到解决方法 继续他的创业之路 中一栋养羊前 在镇上开了一个母婴店 自从他养羊后 就由妻子一个人打理 这是我老婆 你好 你好 这是你家宝宝吗 是 哇 好胖呀 几个月了 五个多月 还笑呢 你看 是看见他爸爸来了是不是 爸爸 还让你抱呢 中一栋的妻子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每天看店的同时 又要照顾孩子 近两年 店里的生意并不好 收入只能满足 基本的生活开支 但是作为90后的一对年轻人 他们始终都有一股干劲 年轻嘛 本来就要去做 要去创业 你不去做 就什么都没有 你去做了 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最起码你去尝试了 中一栋希望通过养羊 让家里的生活过得更好 但是为了照顾好羊 他经常回不了家 就连孩子出生时 他都还在羊舍里 一直到出院他都没有来 因为就是那几天好忙 就是那个羊在生寨 当时他会打视频来 会打电话来 他会讨论情况 怎么怎么 这个他还是可以的 我只能说去理解 因为在创业阶段 肯定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办法 要相互理解 其实我觉得小钟的羊肠 虽然遇到了问题 但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因为他的全家人 都在为了 他们这个小家庭 过得更好 而在努力着 通过努力 让自己拥有 更幸福的生活 所以在这儿 我也感觉也挺佩服他 他们坚信 只有一家人 相互理解和支持 才能过上好日子 眼下 他们希望能有人 帮忙找到 羊长不大的原因 让他们度过难关 陶队这边有一件央 咱们赶出去 赶出去 然后再把它赶进来 分一下 来 行行行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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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姨 你来点 来点 你在这儿 盘着个门 谁会 你在那儿 你在气候门口 好 你在气候门口 人家放进以后 人家马上跑过去 再往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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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一点 小胖往那边去 慢一点 压住 慢一点 别让他跑得不快 压住 压住 诶 中胖别 往这边赶 来 往那边赶 他叫陈新峰 两年前从河南老家 被聘请到这个洋厂当厂长 厂长每天都比较早起床 他一起床他就在洋圈里面 性格比较好 比较开朗 然后为人也比较随和 厂长在我的印象当中 对于我们这个厂 真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前是七种两件 厂长来了以后 我们现在是14种两件了 在它的技术指导下 我们的厂就立即壮大了 他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厂呢 就是整个的技术产能啊 反这个产高率啊 成活率啊 生长速度啊 都比原来我自己在管理的时候 提升了很大一个档次 乡土专家陈新峰 36岁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人 从事胡洋养殖七年 洋厂存栏六千多头胡洋 陈老师 这一块就是小钟的羊肠 咱们进去看看啊 小钟 小钟 我把专家给你请过来了 我给你介绍介绍 好 等一下 这位是陈老师 你好 这是小钟 小钟你好 小钟这儿的羊 就是普遍的瘦小 那羊都这么小 还稍微点基层酮 有基层酮啊 你要去一下酮啊 这院大部分都小 你这个羊多长时间了 这个羊肠 高羊的话 断奶已经有四个月了 四个月了 对 这边的也是一样 每圈都有好多小的 那时候我挑了一下 那个大小的话 然后慢慢的 它们又有那个大小 又有点差别 你看这个大小 那个大的不计有五十斤 小的不计有二三十斤 是是是 差别太大了 你是咋看出来 它是多少斤的呀 羊羊时间长了 基本上这个羊 看那个表情 看那个大小 基本上猜的差不多 那个断奶的时候多大 断奶的时候二十多斤 这羊你看现在 到断奶到现在 已经四个月 羊了四个月了 才二十多斤 你看那边那个小的更多 这个羊基本就成姜羊了的 姜羊 对 姜羊 什么是姜羊啊 姜羊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小老羊 小赖羊 就是干吃不长的羊 一般把正常吃料 却几乎不长肉的羊 称为姜羊 陈兴峰认为 这些明显瘦小 体重三十斤左右的羊 都属于姜羊 因为高羊 在两个月左右断奶时 体重就有二十多斤 而现在的小羊 已经六月零 还是二十多斤 这说明 在断奶后的四个月里 这些羊基本没长 这些羊现在都是好难吃 但是它就是不长 是吧 它就是不会长 它怎么就成了姜羊了呢 姜羊有好多原因 姜羊基本分为那个 太姜 奶姜 太姜 奶姜 然后料姜 料姜 然后葱姜 葱姜 还有病姜 病姜 对 对 对 分这么多吗 分这么多 姜羊的形成原因很多 比如中羊配种年龄小 近亲繁殖 饲料单一 疾病等 都可能形成胎疆 造成羊羔刚出生 就比正常羊小很多 另外 哺乳期母羊奶水不足 营养不够 可以导致奶疆 高羊得病 久治不育 会形成病疆 养殖户长期不驱虫 高羊也会因寄生虫 导致虫疆 高羊断奶前后的 饲料品质不良 营养缺乏 饲味量不足等原因 久而久之 会形成料姜 在实际生产中 羊之户很难知道 江羊形成的原因 尤其像中医栋 这样的新手 因为一般发现时 江羊已经形成 而且羊的精神状态 和吃料情况 也比较正常 发生过程比较隐秘 都那么小 我感觉你这个羊 你再断点钱 应该都已经长了 断奶钱嘛 对啊 怎么知道 它是断奶钱将的呢 你看它现在断了 已经四个月了 它断点的时候就二十多斤 意思是它这个羊 断了那就没长 这还真是啊 是吧 是 它再长得慢 它也不应该这么慢啊 这个是 是吧 你搞不好还是 之前的问题 有好多那个新手 羊羊都会出现这种 类似的问题 然后好多新手 就是出来看了一下 感觉这个羊羊 很简单 然后回去就能养 然后不知道 这里边 要学的东西 有很多 因为此时的小羊 体重还停留在 断奶时的标准 所以陈兴峰认为 这些小羊 在断奶前 已经形成僵羊 时隔四个多月 饲养情况早已不同 这无疑是给问题的查找 增加了难度 那陈兴峰 还能否找到答案呢 你这个羊 我们羊从哪里买的 你这个羊羊 附近的一个总羊菜 羊羊出生的肉小不小 那时候羊羊出生的 不会小 小的都有五六斤 小的就五六斤啊 是 大的都达到七八斤了 那你这个 胎羊这一块的 可能性要排除 基本上不存在胎羊 因为生的时候 都已经比较大了 胎羊那种羊 基本上生的时候 就比较小 基本上就一二斤 两三斤的羊 那它不是胎羊的问题 对对对 不是胎羊 那是什么问题呢 你这个小羊羊 当时生了以后 有没有调病啊 比如说像拉西啊 肺炎啊什么的 没有 一直那个羊 都比较健康嘛 那基本上 一个从这个病上 造成的江羊 这个基本上没有 不是这个原因 胎羊和病羊 可以通过羊出生种 和得病情况来判定 排除了这两个原因 接下来 陈兴峰决定去查看一下 刚进来时发现的 有寄生虫的羊 因为不驱虫 或者驱虫不到位 也是很多养殖户 容易忽略的问题 那中一栋的小羊 长不大 会不会是虫将所致呢 好像耳朵上也有特别 你看一下 来 看哪儿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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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脸上怎么回事啊 它就是有了寄生虫 在那个屁下面 然后把那个毛囊都破坏了 然后它就钓毛 脸上这一块一块 这是钓过的毛是吧 对对对 下面都是寄生虫 那这是什么寄生虫导致的呢 芥蛮 芥蛮是一种常见的体外寄生虫 它和回虫等体内寄生虫一样 蚕食羊身体上的营养 又破坏羊的身体器官 使羊逐渐消瘦 或生长发育受阻 羊基本上因为这个动物嘛 生虫在这个环境下 它基本上都有寄生虫 比如说下面的羊床啊 都会感染你 有的时候必须舔一下 它那个羊分里边都带有虫卵 这是正常的 再一个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这体表的寄生虫 那个体内啊 肯定也有寄生虫 但是羊要定期驱虫 我驱过虫啊 这群羊 到我来之后 我驱过两只虫啊 用什么驱的 用阿伯拿醋 阿伯拿醋啊 对 你驱了 但是驱虫的方法不对 阿伯拿醋主要是 驱体内那个寄生虫 外边的体表的寄生虫 就驱不了 可以用那个 一位均素那个 外用的 就这个寄生虫 体外寄生虫的效果非常好 好 也就是说 就是因为它感染了寄生虫 所以才导致这羊生长缓慢 变成小僵羊 我感觉还不是这个原因 你看刚才它说了 它已经驱过虫了 这是那个体表的寄生虫没驱 但是这个还不太严重 我看这个体外的 应该没多长时间吧 你这个 发现这种情况 就是三个月才发现的 是吧 因为那边的羊 我们刚才从那边过来 那边的羊 基本上没有 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圈 对 那它什么原因导致它 生长缓慢呢 变僵羊呢 那我们就要再看一下了 排除虫浆后 虽然只剩下奶浆和料浆 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 当时的情况 陈兴峰打算 边查看边了解情况 也许能找到一些 遗留下来的线索 当时那个木羊的奶水怎么样 小羊羊够不够吃啊 奶水我感觉还可以 你这个小羊羊 当时小的时候 喂开口料了吧 喂了 那也不应该啊 这个高羊的开口料 是专门由高羊设计的 蛋白啊 包括微量元素 都是适合小羊生长的 它又促进 留意发育的功能 如果不加开料 那营养是跟不上的 奶水和开口料 是影响高羊生长发育 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 但是从中一栋的口述中 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 难道导致江羊是另有原因 就在陈兴峰困惑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些羊分中 有没消化的饲料 他怀疑是高羊的肠胃 出了问题导致 而此时 中一栋也想起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线索 放大前 我还拍了点图片 拍了点视频 是吧 是 我给你们看一下 正好看一下当时小羊羊 小羊羊长得怎么样 是专门录的一些 大羊和小羊的视频 对 对 你看 这个有小羊有大羊 这个母羊当时 精量吃到多少 一天一斤多 一斤多 一斤多也可以 你看奶水也可以 小羊羊长得也可以 当时你看小羊羊多漂亮 怎么看它的 大羊的奶水是可以的 你看能看到那个乳房比较饱满 这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 不对啊 哪不对了 你看 你不是为了那个 颗粒料吗 你这个怎么 这个高羊料槽里边怎么 玉米丝啊 大羊的料 陈兴峰发现 小羊料槽里放的 并不是中意栋所说的 颗粒开口料 而是玉米丝等 大羊吃的饲料 那中意栋为什么要说 为了开口料呢 那时候那个颗粒 那时候那个颗粒料不够了 然后我就弄了点那个 母羊的那个料给它吃 然后我就觉得 没什么 反正它会吃嘛 因为那时候就还在喝点奶 感觉它们像它不明显 那时候那个开口料的话 我是买了一点 那时候因为那个价格太贵 然后只想着怎么省点钱 能把羊喂饱就行 为了节省开支 羔羊开口料只喂了十几天 就被中意栋换成了大羊料 这样一来 后出生的羔羊 基本就没有吃到开口料 那这会不会是导致 江羊的原因呢 后来的羊就喂了 喂吃的这个 对对 哎呀那肯定不行啊 原因找到了 这有什么问题啊 羊不是四个胃嘛 它就是刚开始小羔羊 它的流味是没有发育的 不会反出的 你看大羊吃了 它又反出倒嚼 它就把这个油粉碎了 那小羊吃完以后 直接就经过肠道就下去了 你看它吃了那么多 它吸收不了 再一个母羊的料 你看这个玉米 玉米都比较大 再一个是生的 我们的开口料 它经过加工工艺 基本上就熟化了 它熟的 它更容易吸收 就像那个小孩一样 小孩刚现在生下来 吃母乳喝奶粉 你基本上到五个月 就要添加腐蚀了 刚开始添加腐蚀 你就要喂那个米糊啊 蒸个鸡蛋啊 是吧 你不能和大羊一样 吃面条啊 吃米饭啊 消化不了 对对 消化不了 羊并不是一出生就能反除 羔羊在三周龄内 属于五反除阶段 因为此时 留位非常小 并且不具备完全的反除功能 在这个阶段 主要靠真味和小肠 消化吸收母乳等营养物质 一般出生十天左右 开始让羔羊采食开口料 补充营养的同时 促进流位发育 到八周龄左右 流位充分发育后 才能采食和消化 大量一般性饲料 而中一栋的姜羊 不但没吃开口料 还提早吃了大羊料 直接影响了流位发育 造成营养吸收受阻 形成姜羊 当时它那个流就没发育好 然后导致它现在 营养吸收也有问题 导致它现在一直长得慢 现在不会长 所以说你这个 那个高氧克力料贵 那是有原因 你营养吃大 因为那个贵 你导致现在这个 损失这么大 你看 你关一下 关什么 你看一下 你发现吗 什么 羊在吃料途中 乡土专家 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们等一下 你看一下 我问的羊 看一下就多种 好不好 乡土专家养的 五六月羚羊 究竟能有多种 你看我干了这么多年 之前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因为一个小的原因 损失都好大 是吗 对 乡土专家曾经遇到过 怎样的惨痛经历 请继续收看 挽救小江羊 陈新峰经过查看和了解 发现中一栋的羊长不大 主要是因为断奶前 开口料四味不足 又四味大羊料 导致流味发育缓慢 营养吸收受阻 形成江羊导致 那这些小江羊 还能否挽救呢 那陈老师 像我这些羊 还能长大吗 没问题 真的吗 经过调理一下 基本上大部分的羊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 大部分的羊 标情啊 都基本上 都新增上的来 还是有希望的 还有希望 那现在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这些羊 对 要见胃 就是让它能吃得下去 它胃口不好 它肯定吃不了那么多 吃不了那么多 它又长不了那么多 再一个呢 要添加益胜菌 就是助消化 让它吃进去了 从消化到鸟 经过基本上 调理以后 基本上各把月 这个鲜盒会长起来 陈兴峰的回答 让中一栋又有了希望 虽然江羊的问题找到了 但是目前 相对比较大的羊 也比正常羊的体重 少了二三十斤 陈兴峰认为 现在的饲养管理 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你看一下 资料都在这里 所有的草料和重量 都放在这里 都放在这里 哦 你都剪掉了 嗯 这是所有的原料 是 嗯 这个是鲜皮 鲜皮 都错了 一文量 还可以 你这个还挺全 嗯 经过了解 饲料质量 配方和四味量 并没有什么问题 难道问题 使出在四味方式上 此时正好是四味时间 陈兴峰准备在旁边 观察一下 你看还真饿了是吧 立马叫起来了 中一栋四味的料 也比较均匀 位置也比较合适 看来也不是四味的问题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羊偏瘦的呢 就在羊吃料 基本结束的时候 陈兴峰发现了一个 可疑的现象 你看 你关一下 关什么你看一下 嗯 你发现吗 骗妈 他如果吃了这个干粮 肯定要去喝水 你看这边的羊 吃完都在喝水 是 哦 这边都在喝水 对对对对 你看那一圈 头那一圈 哦 那两圈 你看你看那个羊 到水槽跟前转一圈 没喝 对对 转一圈 想喝 肯定想喝 到水槽里面肯定想喝 是 转一圈就走掉了 哎 为什么没喝呀 那个 我感觉那个水槽 肯定有问题 水槽有问题 对对对 一般羊有吃完干料 立即饮水的习性 那这些羊 为什么不喝水呢 你看那个水槽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没发现 没有啊 你们看不到 有什么了这水槽 走走走 我们进前看一下 啥也没看着 你看到跟前就能看到 我看看 嗯 没有问题 你看 哦 对 这个是羊分 这是羊分 是 刚才在外面没看着 是因为它羊分 跟它外面这个水槽 颜色一样的 对对对对 如果水槽是黑色的 是 然后羊分也是黑色的 然后它就都不容易看到 看不清 因为它有味道 羊这个羊是比较喜欢干净的动物 它那个饲草饲料 包括水被污染了 它任凭饿死 它都不吃不喝 啊 小钟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你每天喂羊之前就要清 先把水槽清干净了 哦 小钟你平常都没有清过吗 清我会清 只是两三天清一次吧 两三天清一次 是 我也没有去 可以去每天去清洗个一遍两遍的 反正我就是看到了 我就会去弄一下弄干净 我只觉得它应该渴了 就会自己去喝水 没想到脏了它也不喝 羊特别爱干净 不喝有污污的水 但钟一动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加上水槽又是黑色的 也不容易发现 时间久呢 也对羊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 造成影响 它这个水槽啊 设计就有问题 设计有问题 设计哪有问题 它这个离这个地面啊 太低了 你看 二十公斤都不到 所以它说羊面就容易进去 你可以抓个羊回来试一下 怎么比 哦 皮肤操 对 你看 这么小的羊 比这个水槽高这么多 你看它尾巴 哎 你看 哦 哦 哎 你看 哦 哦 哦对 屁股上粘着就直接掉进去了 直接就掉进去了 小钟一当时装这个水槽的时候 怎么想的把它装那么低呢 嗯 因为小 那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小羊 要喝水嘛 然后我就想着 因为小羊生股还是比较小 嗯 然后我就短矮一点 让小羊更好喝水 哦 它这么想也对啊 是吧 也对 这个增太低了 那个小羊高基本上生下来 也有四十五分高 哦 然后再伸一下 伸一下脖子 基本上你装个四五十五十五分 嗯 没问题 它喝得到 你回去把它改造一下 嗯 水这一块最上关键 嗯 嗯 没想到一个小的水槽对羊都有影响 水是最廉价的饲料 嗯 但是最重要的 你像人一样 嗯 你三天不吃饭 没问题 你三天不喝水 就不行啊 它影响它的采湿量 再一个没水 它免疫力低下 所以说它这个生长缓慢 也跟这个水有关系 有水量的关系 对对对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饮水问题 不仅导致了大羊偏瘦 对小羊生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都是取少正确饲养观念和技术的结果 为了让中一栋安心 增加养殖相关知识 陈兴峰邀请他去自己管理的羊场参观学习 陈老师 好 我们过来吧 小羊你好 行 走那边消毒通道 走这儿是吧 对对对 消毒通道 走这儿 放下去 要把衣服穿上 对 好 你看这个风景还挺好小周 是吧 这边的风景环境都比较好 可以吧 对对对 羊都在那边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一共得有多少 一共五千多只 接近六千只 六千只呢 多么多 在这边还可以 我们现在一共是十四栋羊社 你看里边 里边是我们那个饲料加工区域 那一块是吧 对对对 那一块是吧 对对对 外边的几个是那个清除池 发酱那个玉米杆清除饲料 里边是我们那个精料加工 和跟那个斟炒厨厨厨的地方 这池塘是干嘛的 池塘我们养了点鱼 你看这边是我们的牡羊社 这边都是带牡羊 怀孕的牡羊 怀孕的牡羊 马上都要生了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生了 这都是小羊羊 对对对 刚生的 这都是刚生的 对对刚生的 你看那小羊那么小一点点 对对 身上还湿的 刚生的 你看这个羊羊生下来都这么大 吃奶呢 生下来基本上正常的羊羊 基本上几分钟就站起来了 这个生了有几天 稍微大一点 这个一两天了 对对对 你看那是奶呢 对对对你看这个 好可爱的小羊羊 白白的是吧 对 你看这个耳标已经打上 我们基本上生完第二天 会把那个耳标打上 生完第二天就把耳标打上 对耳标打上 然后便于呼吸管理 什么出生的 出生中多少 断奶中多少 我们断奶以后就撑个种 然后过一个月我们出差 一个月到底长了多少 等于这边就是母羊 带小羊羔的 对对对对 那这边的呢 你看这些呢 这边是我们上个月 刚断奶的小羊 想要在这放 这就个头都还挺大的这些 均匀的 挺大的 陈老师这里的羊羊 确实真的是很好 看着就很规范 我们称了一下那羊 三个多月都已经有50多斤了 大的 然后小的都有40多斤了 你看我们的水槽 水槽在这呢 水槽 对对对 那个水槽跟我的不一样 不一样 水槽有很多种 那一个主要是你看 我们这个高度 你看这个地面 基本上有50公分 基本上有50公分 这个这样阳分就不容易进去 不容易被污染 我去抓自然过来看一下 它这个屁股 高度应该跟水槽是 对对对 你看 比它 比它还要高一点 对对对 羊分基本上就没有 不会进去 位置特别高的羊 你看 包括这边喝水 它比较方便 你看 高度刚好 是是是 还比较舒服 包括这个水你看看起来都比较清 羊就喜欢 稍微污染一下 羊就不喝了 像喝水喝的少 也不行 而且你发现没 小钟 它这个水槽是两个卷共用的 是 还省事儿的呢 是吧 是是 你看这个 嗯 这个给小羊放的开料 这个买到成面的开口了 你看 你那个羊 极为姜 就是后期没吃这个 是 这个你要为足够的时间 最好喂到那个小羊 断奶一个星期 哦 断奶 最好断奶后一个星期 哦 断奶后一个星期 因为断奶后和断奶前吃的四个要是不一样的 嗯 你要中间把它过渡一下 就像你的一样 然后刚开始的 有钱啊 刚开始买一点 后来觉得它贵 然后就不喂了 喂那个大羊料 是 这个专门于小羊糕设计的 大羊就是大羊的料 小羊就是小羊的料 嗯 你不要硬小吃的 你看你看 就因为这个开口料 时间没味道 搞成你的血羊糕 六个月了 还那么小一点点 嗯 我们等一下去看 你看一下我们的羊 看一下就多种 好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早上看看 现在我们六个月的羊的羊 基本上在五个多月 六个月就卖完了 卖完了都 对啊 现在基本上这个就稍微小一点 五个多月的 五个月的羊 还有这么多 这是五个月的羊 对对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曾经羊呢 我们的玉米羊就不然讲了 不到六个月就卖了 这里多少斤 陈老师 这个羊基本上有八十斤了 八十斤了 八十多斤 对对对 我们来称一下吧 这有八十多斤 有有有 你称一下看一下就不到了 行 来抓这只吧 好 这只算 哇 这个应该也不好抓 哦 这两个人抬着 我看 我看一下 八十三左右 八十三斤多 是吧 八十三斤多 对八十三斤多 小周你再随便挑一个 好 我看看啊 八十五 哇 这都个个都是这么大 是吧 对 你看 基本上都个个都差不多 基本上都八十多斤的羊 是吧 是 太好了 这个羊 要是我的羊有这么大就好了 嗯 养得这么好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可是 我还要跟陈老师多多学习一下 所以这个羊羊 一个营养要做好 嗯 再一个管理要到位 是 然后羊才能养好 是吧 是 是 那时候我还觉得我那个大羊是挺标准的呢 结果我发现我那个大羊 都比人家那个小羊都更小 好 小周 小周 小妹 嗯 这是我们餐厅自己做的羊肉汤 是 然后我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好吧 行行行行 看起来就挺好的是吧 是是是 这是一个清炖的羊肉萝卜汤 就放了盐 就放了萝卜 你自己羊产的羊 你是不是也没那么吃过 我没吃过 不下的 吃不了 谢谢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好 嗯 好鲜 嗯 这个肉一咬就烂了 对 原材料比较好 关键没有山味 对对 我们这个羊肉 我个月的羊肉 一天我干了这么多年了 之前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因为一个小的原因损失都好大 是吗 对 陈新峰从2014年开始 在河南老家的一个羊场学习养殖技术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自己不仅学会了技术 也收获了很多经验 2017年被当地的一个羊场 拼为厂长 但是本以为自己技术水平已经不错的他 刚上任就遇到了一个棋手的问题 那个羊羔就拉锡的好多 怎么吃都支不住 然后呢 已经那一个月基本上上网了几个羊羔 一下算一下就几十万 虽然这个问题在陈新峰上任前就已经存在 但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 陈新峰认为肯定是大家忽略了什么细节导致的 果然一个遮挡水泥养床破损的木板解开了难题 原来是大家都以为比较坚固而设计的水泥羊床导致的 并没有想到冬天小羊长期趴在上面很容易受凉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却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就是羊羔是一定要细心一点 最主要是现在认识小钟认识的陈老师 有什么细节性的问题陈老师都可以靠他的经验来分享给你 没有 人家说活大老学大老 等一下我们吃完 吃完然后我们去你的羊场 然后看一下 行吧 好 可以 小钟啊 你看今天我给你带了的这个东西 我们把羊改造一下 等一下我们把羊毛剪一下 你看这个油菌的注射液 皮下注射液 我们针对这个体外的基层虫 然后剪完羊毛呢 打完针 然后这个是外用的再喷一下 再加强一下 你看这个一级松菌发酵的 发酵的饲料 调理一下肠道 再一个高端来 还有这个呢 还有这个呢 你看小钟 你看这个煎味的 煎味散 你看里面顽骨不化 你看吃到玉米都消化不了 然后就煎一下味就用这个 那咱先干什么呀 陈老师 我们现在先把羊大小分下去 走 咱们应该怎么弄啊 陈老师 我们那个小的擦到这边来 把大的放那边 嗯 行 可以了 现在它的羊都看得比较均匀了 嗯 之后咱们应该咋找 我们先把那个水槽给它改造一下 水槽 好 对 好 往上拉吗 对 往上拉 好 拿个铁子拿过 行 这就可以了 你看 你看现在 它这个水槽比这个羊的尾巴就高一点 它这个羊分就不容易掉进去 嗯 不容易被污染 对 对对对 这样会好一点 你看 哦 这正好 这个高度正好 对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羊剪一下毛 本来这个羊到过冬之前只要剪一次毛 然后这个羊最好过冬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鸡子龙也消负很大的鸡鸡鸡鸡鸟 羊这个毛不剪 它毛长了 在这个时间长了 皮外的鸡鸡鸡没去过 它就容易导致这个鸡鸡鸡爆发 羊毛剪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那个气虫药给它注射一下 哦 然后那个外面的满虫 然后喷一下药 这个打这个打哪啊 颈部皮下注射 这个药皮下注射 小心啊 把这个皮提起来 提起来下面会出现一个空腔 然后把这个针打进去 然后这个小羊打这个药 打一毫升就行了 一毫升啊 对一毫升就行了 嗯 然后我们局部把它用一下药 做那个外用的喷的药 噢 噴上 直接噴上就行了 对 做个标记 做个标记 哦 这样就记住哪个已经打过针了 是吧 对对对 小钟啊 你看我们羊毛也剪过了 然后这个呢 驱虫药也用过了 然后包括外用的都用过了 嗯 然后呢一个星期后呢 然后再用一次 嗯 这个寄生虫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去把那个健胃的饲料调配一下 这些呢配方不用变 和一成均加到10%就行 这个健胃散 基本上呢一个羊一天吃到20克 喂20克的话呢 那是上午喂10克 下午喂10克 对对对 喂一个星期都有改善 差不多了吧 行差不多了 可以了可以喂了 然后后期把营养加上以后 你这个羊啊 基本上一个月 过来一个月 基本上这个标准都恢复了 你不要害怕卖不掉 如果实在卖不掉了 拿到我们公司 我们帮你卖 真的 但是羊一定要养好 嗯好 羊我一定会养好的 一定要养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 80后90后 两个人都在为实现美好生活 努力拼搏着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他们的背后始终有家人的理解 和牵挂 除了辛苦还是觉得还是挺幸福的真的 因为他所有的就是为了我们 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的就很开心 结婚的时候就跟我说过 他最喜欢 最想去的就是去立江 那时候如果赚到钱的话 我就一定会带他去立江看一看 我最想跟我老婆说的一句话就是 老婆你辛苦了 这辈子我会好好对你 吃饭没有 吃饭了耶 吃饭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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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国县都回去 那我先到国县会来 可以让我回去 可以让我回去 过一下子出去 我什么事 吃一碗给妈帮着妈 偷偷地 吃二碗 长得大 知道吗 经过陈老师的细心指导 我的羊都增长了二三十斤 我非常满意 前段时间我的羊也全部卖完了 价格也比较合适 但是 现在我的那个母羊又生了一群小羊羔 现在长出的很快 相信我一定能把这群羊羊好 非常感谢节目组和陈老师的指导 但是在这里谢谢大家 在这个美好的春天里 我们相聚在温暖的帮扶路上 大家好 我是邦小妹凤婷 今天我们把清华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张鸿宇副院长 请到了尹博士 让张院长结合节目 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张院长您好 你好 凤婷 那么本期节目中的求助人 是一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在当地优惠政策的扶持下 做起了养殖 虽然说遇到了一些难题 但是他也表达了要克服困难 坚持在家乡发展的 这样一种决心和愿望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第十九条提到 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从过去的农民工到城市打工 到今天提出促进农民 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那么这背后究竟反映了 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张院长 2021年的数据 2.93亿整个农民工 转业流动的大军里面 在就地就近就业的 已经达到了1.2亿 比我们外出的比例 要上升了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 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结果 客观上讲 2021年以后 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 外部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那么就业的机会 相对于过去来讲 相对不那么宽松 再加上这些年 我们无论是西部开发 或者说中部崛起 也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那么刚才这个节目 就充分显现了 那么农民工 原来外出务工 现在回到家乡以后 同样可以通过多种的就业方式 增加它的就业机会 增加它的收入增长方式 这其实也是 今年中小一号文件 关注的一个特别 所谓就地就近 它实际上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张院长 过去大量的人员外出 可能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空心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 是不是 那么随着我们现在 越来越提倡促进农民 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是不是也在无形当中 提升了我们 当地农民的幸福指数 你这个问题说得非常好 确实在工业化 城镇化的背景之中 应该讲我们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老乎输出的大神大师 局部地区也出现了 所谓的空心村 包括农业从业者 兼业化老龄化妇女化的现象 部分的年轻人回去以后啊 确实也发挥了他带头人的作用 什么农村啊更有了生机 什么农村包括老有所养啊 又有所教啊 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甚至对农村平安社会的教育啊 也产生了积极向上的作用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职青年 能够返回家乡建设家乡 也再次感谢张院长精彩的解读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